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英语的直接翻译 就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 就叫做REITS 可能这个概念是比较新鲜 不过也不当而 因为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开始了15年来 那么我们重点 肯定我们会探讨说 一切关于有REITS的这个产品 跟这个投资产品 那么我们就会把重点 放大一些 就是会讨论到 就是以个人理财跟投资理财方面 我们的投资的组合方面 如何把这个REITS呢 规范在我们的所谓的投资的这个 整个portfolio里面 那么会不会比起我们的定存 就是我们的FD 这个课题是蛮深入名声的 因为很多相信很多线上的老爸老妈们 可能都是在退休的这个年龄里面 那么肯定回酬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那么第一个slide就跟大家谈一下 好像大家都知道说 以现在的情况 经济的走势的情况 我们是处在疫情的后期 就是在经济的走势 也是顺那个整个市呢 已经是在康复之中 那么在这个经济的走势呢 全球的所谓的中央行门 中央银行呢 都是在剪辑 剪到有一些发达国家 是将近是零的 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美国啊 日本啊 还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都是处在零 或者是零点 稍微有一点点而已 日本是 是负成长了 负成长就是说 你要给钱他们去管你的钱 所以你的FD呢 是没赚还要亏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整个趋势呢 是朝向 低利息的这个状况的 那么 那么马来西亚的问题 也是相同 我们的命运 肯定是跟大环境 是有相关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那肯定马来西亚人呢 92%呢 是用很多就是除锡型的这些产品 包括就是FD或者是反正没有用 就放在就放在定存 就是通过银行的方式去累积 我们的所谓的这些财富 我们的所谓的这些财富哦 因为 始终可能是 不 很方便 也可能是因为 不要冒太大的风险 对银行相对是 有一定的信任跟信赖 所以 就是有92%呢 其实是 马来西亚人呢 是很少接触到 应该接触到相关的 比较好的 这些所谓的投资产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调查 所以我就跑回去讲 利息的这个情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说 两年里面 经济的走势不佳 那么国行 各国的银行 包括马来西亚国行呢 就两年里面 就一直在减息 那么减一次 很多老爸老妈 肯定都很紧张 可能要跑很多银行 可能一些银行 会比较有优惠 去做一些比较 这些FD 不过大致上 你现在的情况 过去两年 已经减到有五次了 那么隔夜的这些利率 其实是1.75% 1.75% 这个概念就是说 如果整个Cost of Funding 就是它的借贷的银行借贷 是大概1.75% 那么在FD的一个月的计算 大概是低过2% 可能一些都是在1.85% 1.9% 其实是蛮低的 在这个当额 我们讲低是何低呢 什么是低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 一个对比 第一我们就以一个通膨率 那么以现在的通膨率 国家的一般的通膨率呢 都处在3%以上的一个水平 如果你一个人消费 比较是属于比较 要过得比较舒服的 能够有更好的购买力的 可能你的通膨率是有超过3%以上 甚至是7% 8% 那么何况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医疗啊 或者是教育的通膨啊 是超过10多%的 尤其是医疗过去这两三年里面 其实保健的通膨率 所以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通膨呢 我们是看不到 摸不到 感觉不到 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说 我们的荷包啊 已经是在 一直收水啊 一直在 一直我们所拥有的 这些所谓的一些钱在银行呢 都不见了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 很多老爸老妈们都很 很疑惑 很困扰啊 是否有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品 能够保住或者是保住我们的购买力 我们叫做 我们的 所谓的通膨力 所以这个都是 大家在这个 时代比较困扰的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 很多 很多这些投资者们呢 肯定 如果我们看线上的这个图表哦 这有两大的一个图表 那么第一个图表在我们左边的 就是一般上我们所谓的中庸型的一个投资 个人投资的一个状况 所以部分呢我们也看得到都是比较 偏向 以房地产 比较是占大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 百分比 所以很多 尤其是 华裔 投资者们呢都纷纷很想爱 房地产因为第一个 产业肯定是 买自己的房子 不用跟人家租 那么可以的话 把房子 留下来给孩子 或者是买第二栋 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在 不知不觉中呢 都累积了很多房地产 那么在 有了自己住方面肯定 第二间就是叫投资 那么 其实要 要投资房地产 这方面呢 不一定是要自己采购 很多时候 你买房地产 这些所谓的 这些专家呢 都会给我们一个 Dipsy啊 一个Dipsy是什么 每一个房地产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你买 因为它的location 它的地点是非常好 那么你不能够复制 它的优点 在其他的这些房地产 或者是这些楼盘方面 其他的地方方面 所以对于房地产投资呢 是有时候是非常个人的 也是非常探讨 时机跟所谓的 你的投资的 那时候的这些选择 我们就所谓说 看我们的所谓的 lucky or not 我们是不是幸运的 如果有这方面的财气的话 才可以投资到 漂亮的房地产 所以在这样的当额呢 很多时候 我们在投资房地产方面呢 很多时候 都不是太过理智性 也可以 也不能够很有一个胜算说 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合理的 预期的一个投资 那么大家相信过去两三年 房地产也是处在比较低迷的一个状况 在这样的当额呢 肯定你要能够守得住 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时间 才可以看到这个回酬 尤其是有一些房地产还是有缓慢 或者是有拖慢了完工的这个现象 那么很多时候 你还是处在负成长 或者是要付很多的这些费用 包括银行的利息各方面 也未必看得到 马上看得到这个回酬 所以相对之下呢 其实投资在房地产的股票 或者是房地产的投资信托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它的区别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就给很多投资者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说它可以给我们比较有多的伸缩性 也能够不需要太大的一个资本 去进入这个市场 房地产市场 那么我们也可以比较 可以看得比较 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 去做一些分析 还没进场之前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了解 所以我认为 以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就讲解一下 房地产信托到底是哪一回事 它的概念是什么 那么我就简单 可能很多字 很多字眼 大哥大姐们 可能在讲解的时候 你可以看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解 你们就可能要深入了解的 就读我的这些视频 那么我就简单讲说 房地产信托 简单的一个概念 肯定整个房地产信托 它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 为标准的 就是以投资者为标准 怎样保护投资者 怎样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能够更容易理解 整个房地产投资的这个项目 那么它的投资呢 其实你的钱呢 就会入进去 这个所谓的这个信托 我们知道说信托 就是不是个人拥有 就是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呢 其实就会被这些有关的 这些当局们 就是专专业人士 甚至是法规上呢 能够保护到投资者的利益 那么从这些所谓的信托 这些贺业 贺业 所写明的 这些投资的事项 他们就跟做这些事项去投资 这些房地产 那么房地产的投资肯定 它很多的种类 等一下我就跟 意义跟大家 分享一下 那么肯定在房地产 我们就寻找什么呢 寻找肯定是两种的 这所谓的盈利 我们叫做成长 有成长就有盈利 那么肯定你买一个店铺 可能是在SS2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你买一个现成的房地产 它的概念就是说 你买了 就算它是贵的话 马上你可以收住 你可以做 包周公 包周婆了 马上可以收住 那么有收住就是有收入 那么在 这个当额呢 在短的时间是 能够取到合理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收入 我们所谓的收入 那么长线呢 肯定它的利润呢 是收入再加以 它的整个房地产的增值 我们就叫做 capital appreciation 所以它是两个部分的 这些盈利为首的 那么有赚了过后 在评估 在市场评估过后 因为它每一年 一定要做一个评估 评估说 我赚了多少钱 那么赚了多少钱 过后股东就肯定是 在会议上呢 肯定会派股息 给投资者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概念 那么它不是个人拥有的 好像我所讲的 那么它是 换句话 它就是好像 图面上所讲的 它是给我们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渠道 那么这个渠道呢 可以综合 各方面 方方面面的 所谓的 不同类似的 这些 有正值的 这些房地产 来作为投资的项路 好像 现在的这些 所谓的 这些产业 产业投资信托呢 已经是延伸到 有一些是在 老人院啊 或者是 医院啊 商场 购物中心 是非常股票了的 现在很多这些 是非常稳健 也非常丰厚的 那么甚至有一些 欧美国家 他们的 REITS的项目呢 是有包括 停车场 大学 甚至有一些 是有收费的 这些高速公路 所以有各行各 不同的这些 所谓的 投资 投资项目 那么这些 投资项目 我们叫做 List Hold Asset 这些List Hold Asset 背后肯定是 有一些 Tendent Tendent 我们叫Tendent 就是 每个租客 都有一个协议 就是他一租的话 可能他的租约是 三到五年 那么在三到五年的 当额呢 其实他的 回酬是 很稳健的 就是说 他已经锁定了 他所有的一些费用 减少了这个费用 如果是 用银行的借贷 那些费用扣除过后呢 就是盈利 就直接说 可以讲说 你一锁定 某一些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 不是一些空楼 已经是 有了一些生意的模式 在里面经营的 有提供 生意的这些 所谓的盈利 或者是这些 提供这些租约 会还这些租 给这些 Ritz的这些公司 来操作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很简单 给大家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架构 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 我们叫做信托 这个信托呢 是保护 所有相关利益者 里面就是有第一肯定 他会保护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unitholder就是投资者的利益 因为你注入资金进去 那么进去这个信托 那么信托后面 肯定有一个 我们叫做trustee 就是受托人 一般的一些 专业的受托人 可能受托人 他不是一个个人的个体 可能是一个机构 或者是一个基金会 里面就是有专业人士 去管理 就是我们的左边的 有一般管理人 金融的管理人 甚至是 这些房地产的管理人 因为你投资进去 也需要一般专业人士去 管理整个 整个房地产 这个信托 那么才这样的当额 就是通过 他的这些 我们说 租赁 租赁 就是这些 tendency的agreement 或者是这些 lease hold的asset 去购买 他们的投资的事项 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概念 所以 我讲过了 现在的一个情况 现在已经是 非常非常的蓬勃 那么涵盖的这些范围 是包括 不是一般上的指示 好像我们可以看得到 pavilion 就是这些 购物 购物中心 商业中心 的这些房地产 那么现在已经去到 医院 甚至是种植院 工业 酒店 那么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 因为 我们投资 房地产 投资信托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保障 就是说 那个保障 就是说 它肯定是会 赚取的每份盈利 90%是分红的 一个分红的方式 就是它会pay out as a dividend 所以 如果你投资 所谓的 直接投资 在 这些股市 这些产业的股市 就是property的company 你也未必能够说 看得到 或者是 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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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guarantee 一个 protection 的guarantee 所 90% 所赚的钱 它会pay out 所以 我认为 在投资者 或者是 REITS的投资者 的一个 情况呢 是有一定的 一个保障 对于收入方面 我认为这个是 我们值得去了解 跟探讨的 好 那么 我讲过了 就是 REITS方面 肯定 它的好处呢 其实是 我们可以 一个很少的 一个投资 成本 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好像你直接投资的话 肯定 你要买一个 一个房地产 起码你也要拿一个5% 或者是10% 作为一个 一个 刀payment 那么在 以现在的 这些 一个condo 现在 在吉隆坡 去 40万到50万 其实是 都是一个 一些中 上的一些 或者是中下 也要30万到40万 那么 拿一个10% 也要 大概 4万块的 一个情况 那么 如果你是 直接投资 进去 REITS 所谓 这些公司 或者是 买它的基金的话 其实 它的数目 是比较小 比较少的 可以再 千多 两千块 就可能 是可以 进入 这个市场 我认为 这个 这个是 第一点 第二点 肯定 投 房地产 它其实 它最好的 地方是 它每一个 事项都不一样 像刚才我所讲的 如果你问一些 专家 他就跟你讲 我的 我的 楼盘 我的这个 location 是独一无二的 人家没有了 你不可以 复制的 那么 以这样的情况 你相对 你要找到 另外一个 买家 它必须是 要有 好像 我们 共同的 这种的 一个 一个 理念 或者是 喜好 或者是 认同 我们所买的 这个 房地产 是真正 是 有 给到它 同等的 这个 好处 你们才 我们才可以 套现 所以在 套现方面 是比较难的 如果是实体的 房地产 所以在 上市 的 这些 房地产的 股票 相对的 其实是 比较容易 套现 因为 你是通过 交易所方面 就 转卖 你所 拥有的 这些 股票 或者是 这些 REITS的 as a unit holder 这方面 所以 好像刚才 我所谈到的 另外一个 好处 肯定是 你肯定是 不用 上脑筋 也不用 说 一直要 去跟 你的这些 租户 去讨 这些 租金 因为 背后呢 肯定是 通过一般的 专业人士 一个团队 帮我们 去处理 这些事情 那么能够提供到 一个固定的收入 每一个 REITS的公司 它最少 它payout 90% 扣除了 所有的 这所谓的 income tax 这些 这些 所谓的 tax方面 那么你拿的 所谓的盈利 是免税了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 对一般 老爸老妈们 很值得去探讨的 一项的投资 是项 所以我就简单的 做一个比较说 REITS 跟一般的 如果你投资在 所谓的这些 产业公司 就是这些 property的公司 的分别 所以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直接 投资这些 产业公司 其实是 你未必 有一个肯定 也未必 有一个 很好的 知道说 你的dividend yield 可以达到 一个水平 所以 可能在某一些情况 这些property公司的股 它的波动 也满活跃 那么相对 高风险 高回酬 那么 相对于REITS 其实它比较平稳 因为它背后 始终还是以 那些租约的 一些产业 提供比较长线 比较完整的 一个管理 那么 在盈利方面 相对的 它会比较平稳 的 那么风险肯定 也相对会比较低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 一些事项 那有时候也 如果你是投资在一些 比较 积极型的一些 投资 这些 property的股市 很多时候 难免它也没有照顾到 一些小股东的 一些利益的问题 所以难免 它会有一些冲突 可能大股东 在某一些方面 有一些不是太过 合理的一些 一些利益的一些冲突 所以比起REITS方面 它是比较是 与意识同仁 就算一个大股东 背后是养老金 保险公司 大财团 跟一个小股民 进场买REITS 你的待遇是一致的 这个我认为是 比较好的一个 事项 那么透明度也是蛮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肯定REITS 进去市场方面的考量 因为它是跟利率方面 就是interest 是相对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房地产跟利息借贷 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利息高的话 相对它的回酬 可能会受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看 它的质量跟它的管理方面 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这方面 所以有一些 做得比较好的一些 好像Mid Valley REITS 这些已经是很有名誉 成绩也很亮眼 而不是一年 是每一年 我认为这些都很值得 我们去做一些参考 所以讲到这边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我们马来西亚 比较主名的 Top5的一些REITS的Counters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EXITS REITS 这是一个综合的 房地产投资信托 里面就是有工业 工业、商业、购物中心 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扒行榜方面 它是比较亮眼的 你看得到它的 Compounded 就是它的 过去的回酬 过去的回酬 它可以甚至是 好像一支房地产股的成绩 很亮眼 你看以现在的 Share Price 也不贵 现在是两块钱 1.92 1块9毛2而已 那么在如果过去 开始到现在 05年 因为它是第一支股 所以它的回酬是400% 大概是16年的 一个期限 那么第二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Pavilion 跟这些三位 也是Shopping Mall的REIT 那么在接下来 就是Amana Raya 就是我们大马的 信托的一个机构 所以这些都可以 作为参考 那么它每一个 都是一个股来的 那么你可以进去股市 去采购它 就是买股票的一个方式 那么就是通过 就是Busa Malaysia 直接在交易所 如果你开了个人的 这个中央系统的 这个户口呢 你就可以上去采购 跟买股票的情况 是一样的 所以除了直接进去 就是交易所去买 通过或者是中央经纪人 这类的Broker 或者是Remizer 去买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值得去探讨 就是 你就不用直接去买 那么你就通过 这些房地产的信托的基金 那么基金就是它 投资在各行各业 或者是跨国的这些 房地产的这些事项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环球的房地产 投资信托的基金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分布在全球 有新加坡、香港、澳洲 所以那么四项也有 这些所谓的 Retail、Diversify、Hotel 各行各业都有 那么成绩也相当亮眼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肯定也是作为参考 就是要 要做什么 只是作为参考 跟了解 跟学习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亚太的 你可以看得到 亚太的这方面 也是新加坡的Ritz 什么大家也有看得到 很熟悉的Capital Land 这个很熟悉的 这个房地产信托公司 其实是分布 都是在亚太是 房地产信托的交交者 那么它的回酬方面 也相当的不错 有一年都有超过 十多八仙 所以这些呢 那它会比较以稳定 以一个房地产 分散投资 以长线投资为首的 这个概念 那么我要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投资事项 就是你个人的 投资的组合方面 你可以看得到 每一年呢 其实是 都不同的这些事项 投资的事项 会赚得比较好 那么如果你要选的话 其实是蛮难的 哪一个是最好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资产分配 就是我们的分散风险 我们的资产就把它分散它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过去十二年里面 我们用Ritz的这个 这个就是灰色的这个小格子 在红色 我劝得起来的 你可以看得到过去 去年是它蛮亮眼的 因为房地产在股市低迷 或者是利息低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这个投资的效应 回酬是来得最好的 因为它可以借贷很低的利息 去发展这些房地产 信托的投资 所以去年是非常亮眼的 34.91% 那么你过去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年份呢 都会处在 它是在 在上半步的 所以我们以一个 中长线的一个投资的方针呢 那么要以一个这样的 一个投资理念的方针 它肯定呢 比我们的所谓的FD 它是肯定是来得更加好的 赢得某它的回酬 所以在 很多人问我 那么我们怎样定 这个房地产信托 它是属于是 高风险啊 或者是低风险啊 它跟我们的债券啊 股票啊 它的定位是在哪里 所以我就 简单的 就是最 最保守的 最低回酬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收入 我们的固定的 这个FD 那么在上 我们就说 OK 我们可以 冒一点血 那么可以的话 大部分我们是 以政府的债券 那么它肯定 回酬方面是比 我们的FD来得好 在上 也保本的 不过 我们要比较有素质的 蓝筹股 是为标准 那么在上去肯定 蓝筹股在上 就是这些 新兴的一些国家 新兴的国家 是小资本的 这些长期 的一些股票 我们叫做 small cap equity 所以 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呢 我们这个 资产的配置呢 那么房地产 信托呢 以现在的情况 它是 占了很大的优势 因为 未来肯定 可能明年 它会升息 大致上 所有的国行 包括美国的 这个 国行也会 可能会在 下半年的 明年 开始 复苏跟升息 那么它升息 它未必说 一下就升2% 它是 可能是升0.25% 那么大致上 未来三五年 它这个 这个情况呢 投资情况呢 对于房地产 这个信托投资呢 肯定有一个 很好的 一个投资环境 令这个REIT 呢 更加 发挥的 更加好 我认为 那么我要 总结一下 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 看法 看回去我们 今天的这个 这个 话题 REIT的回酬 会不会比 定存好 那么我就 做了这个 分析表 那么我们有 最 左边的 就是 直接投资 房地产的 那么中间 第二个呢 我们就投资 在房地产 信托里面的 那么第三项呢 我们是投资 在房地产 信托的 基金方面 那么第四项 肯定是 我们要比较的 就是 我们的 定期存款 我们的FD 那么看起来 肯定的 在风险方面 它肯定是 是比FD 来得稍微高 不过呢 在整体的 操作 跟整个架构 方面 其实它 比较稳健 那么回酬 肯定是 比FD 来得更加 好 如果是 有一个 中长期的 投资的 一个 时间 那么 更重要的是 它也是能够 给到我们 非常好的 一个流动性 流动性就是 随时你要 需要动用到一些 钱 你可以做 转卖 转卖过后 这些 钱呢 可以 回流呢 比较快 那么税务方面 它是免税的 所以在 总结 的当额呢 我们是 在理财 的角度呢 或者在 一个私人 养老的 组合 方面呢 我是 深信呢 房地产信托 或者是 房地产信托 基金 这两环呢 都是很值得 被考虑在 被规范在 我们的 投资组合方面 尤其是 我们的 营法一组 好 那么就 讲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我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